安娜跟我说啊 她都有一个朋友说 知道中国人来了啊 想请我吃饺子 那么今天呢 我就准备去尝尝俄罗斯饺子什么样 也让俄罗斯人尝尝我们中国饺子到底什么样 但是咱们去之前先给他们买点礼物 对 我们先去趟炒事 对 咱们中国人讲究啊 礼尚往来 咱们不能空着时候去啊 所以咱们先给他们买点礼物 走 我们带点果汁给他们 好 来 来 来四个啊 没事 石料啊 我就知道大 大就行 来一袋石料啊 他们这边喝茶会吃这种东西啊 就是这个啊 一盒的一盒的就是这种糕点啊 那就别拿一盒了 两盒 再拿一盒这个吧 巧克力啊 这都是俄罗斯比较有名的牌子的巧克力啊 一共四种啊 一盒拿一个啊 去俄罗斯人家里啊 一定要送沃特嘎啊 咱们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 OK 我们走 哦 你好 哈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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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 这门 长还有装的 中国长城哦 哦 你看 中国友谊啊 看到吗 中国友谊 哇 very nice啊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这是从北京来的 哦 从北京来的 狮子滚绣球 这是小狮子 啊 小狮子 这个是母狮子 大的 大的狮子 两个一起 这是一个球 哦 他能听懂中文啊 这是我没想到的 啊 中文的吗 福 福的吗 这些来自于北京吗 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 我是妈 哦 你属马 你属马 我属马 你去过中国 对 对 我去过 呃 我去过 三年 三年中文 三 不是三 五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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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过 我去过 呃 看看北京 呃 学习韩语 哇 2005 我第一次 呃 北京来的 2005年 第一次 第一次去的 这是一个 比欧洲 比俄罗斯 中国 更 更发达 发达 对 哦 他刚才说了 欧洲 俄罗斯在这儿啊 他说中国在这里 大家可以注意到的 这个首饰了吗 就是我们中国更好啊 更有意思 谢谢啊 谢谢啊 哦 来来来来 我们看看 哦 你看他们家中国元素 非常的多啊 来看 哇 茶具 茶具啊 茶具 啊 你再看这儿 啊 啊 哇 你看看他们家的摆件啊 都是具有中国元素的 嗯 就证明他非常非常 喜欢我们中国的德 中国文化 你来之前可没跟我说 他们家这么多中国的东西 有惊喜 哦 有惊喜 就是他们很好奇 还想问你们一下 就是这些 这些雕像 嗯 都是有什么历史啊 这一看就是宫廷 宫廷呢 这个应该是 这是清朝时期的 对 对 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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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朝时期的 这个格格的装扮 对 这个一看就是在江南女子 对 江浙 江浙 杭州那边的 水乡啊 就一个江南女子的大力把伞 你看他吹着一个笛子啊 中国女子有四大美德 琴棋 书画 长城 啊 长城 这是在巴达岭买的吧 不达岭 不达岭 那一看一看就是啊 一夫党官万夫莫过 四通巴达的巴达岭长城 他们很喜欢长城 对不对 对 我还去过古老长城 古老的 叫什么 叫什么长城 忘了 古代长城 那个城墙特别窄 那种破破烂烂 是不是不要钱 没有门票 有可能是 对吧 建扣 没多少人 是在北京吗 对对 建扣 北京附近 建扣 爬上去得四个随块啊 这叫野长城 野长城 这叫建扣啊 我就喜欢野的地方 对 我一看你就比较野 他们对中国文化 你发现了吗 非常的喜欢 一来中国人马上问你 我买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是没有介绍清楚 咱们在外国人的家里 也欣赏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 在国外到底什么样的啊 首先咱们看一眼这个啊 这是一个宫廷装扮的女士啊 跟刚才那个 这个是一样的 同出一辙 是清代 哎 清代的格格 或者是公主 或者公主 她穿的这双鞋 看见了吧 中国叫花门顶 现在咱们可以叫古代高跟鞋 然后右手拿了一个元宝 钱 哎 元宝就是钱 哎就是钱 金元宝 这种东西呢 就是呃 代表了 呃 希望能够买他的人啊 希望就是发财 左手这块啊 除了一个玉镯啊 这是他带了一个咱们中国古代玉镯 但是这个东西本不应该在他手上 这个东西是什么 来 喝茶的 不是喝茶的 抽烟的 抽烟的 烟 你看还是他这是 烟袋 啊 这个东西一般在男人手里放着 但是他放在这个女孩手里 给人为了体现中国文化 这个叫二龙细珠 就玩玩这个这个球就是是个球啊 就是相当于两条龙玩这个球 二龙细珠 龙这个东西在中国只允许皇家用五个手指的呢 所以你们看看你们用的这是几个手指的 三个 三个 对 皇家用五指 民间用三指 那因为龙这种东西是非常吉祥 非常powerful的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啊 就是一种神话的动物 用这个代表就是 呃 家里很有权力啊 很有声望 有纪念意义啊 非常好啊 来 他深深的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啊 呃 他去过几个城市 就是在北京 就在北京 北京 怪不得那么多的皇家的这种文化气息 是吧 我感受到了 上海香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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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亚 哦 三亚 三亚 北戴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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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 一般每个周末都会去 哦 是吗 每一个周末都去北戴河啊 那他觉得那个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有什么感觉 在他的心里 心里当中 中国人很好 对 我中国人很好啊 你看 所有我们中国人给外国人留下的心 这个印象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很好 我们对外国人特别友好 是吧 特别友好 那如果有机会你们还会再去中国吗 啊 如果有机会你们还会再去中国吗 当然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很欢迎啊 代表北京人 代表中国人 欢迎大家 哦 都北京来的 这都北京来的 连家具都北京来的 哇 那随便就摆了一个中国的 一个铜瓶啊 这个不是瓶器啊 这个叫景泰兰 北京的特产 北京 同胎掐丝法郎 这个中国的世界唯一的有啊 唯一的有叫制胎打胎 磨光抛光 完了这个战篮点篮 真是不容易啊 那你说了凤凰 龙凤 Dragon and Phoenix 就是龙凤 就变成了happiness 就是成祥了 就龙凤成祥寓意非常的好 幸福 对 幸福美满 合家欢乐 哈哈 你们猜他最喜欢中国的什么 因为很多的中国的从北京来的东西 因为你的文化是很明富 有很多意思的东西 很多好玩的东西啊 是 完了刚才这个阿姨跟我说 这个最喜欢的是中国的那个广场舞啊 每天早上你来跳广场舞 特别好 他们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啊 这是 对他觉得在遇到了中国人啊的时候发现中国有些什么 对他觉得在遇到了中国人啊的时候发现中国有些什么 气功啊中医啊都是特别对都特别好的意思不 那他你不知道的是没什么中医的推拿呀 massage啊 chennis massage啊 这都是中医啊 对他们觉得这么的关怀健康太棒了啊 今天他来说要请我们吃饺子啊 我呢 他不了解这么多中国人啊 我本来还想包点奇怪的馅啊 我带了点东西啊 我带了臭豆腐和皮蛋啊 我以为他们没见过 但我不知道他们见没见过 就是咱们试试啊 我肯定会把咱们最好的中国的饺子压轴啊 我让他们尝尝不同的中国文化 臭豆腐和皮蛋也都是我们中国文化啊 让他们更深刻的记住我们中国文化